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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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文宗受制于家劳 被软禁公宗 五年之后终于屈屈而终 死的时候只有33岁 唐文宗死了之后 公宗发生一场小规模的争执 这次争执令到唐朝的政治 有新的转机 原来唐文宗的亲生子李永早死 于是宦官 刘文宗等人拥护唐文宗兄长 唐敬宗的儿子李承美 唐文宗的宠妃杨延飞 同一部分公卿大臣 就拥护唐文宗的弟弟李永 而宦官 仇士良等人 就拥护唐文宗另外一个弟弟李前 这三派公中势力 都希望自己所拥护的人 能够继承帝位 保障日后的权势 刘宏日 宇士良两派宦官 各自拥有一部分禁军兵权 细成水火 杨延飞一派 势力就比较薄弱 唐文宗突然死亡 宇士良乘机派兵迎接李前入宫 宣布由李前继承帝位 改名做李延 成为后世所称的唐武宗 刘宏日 杨延飞两派措手不及 终于被宇士良等人杀害 而陈王李成美 安王李庸 亦都被处死 宇士良一派虽然得到胜利 涌立唐武宗成功 但是由这次宫廷争执 可以反映出 宇士良等人并不能完全控制大局 反对的势力仍然存在 因此宇士良涌立唐武宗之后 不得不稍为退让 容许唐武宗亲自主持政务 于是唐武宗照淮南节导师李德宇回朝准备拜上 李德宇在开城五年九月到达长安 各位 新天子即为李尚公奉照回朝拜上 我们大堂中兴有望 大家敬李尚公一杯 宗兴 各位 宗兴当然是人人期望 但是谈何容易 为什么呢 几十年来 朝廷的职弊一日比一日深 要清除数十年职弊 朝席之间 怎么可以有成效呢 广且近二十年来 国家旅遭大丧 宗兴大臣不安其位 教替昏凡 而且 政令出自宗兴 宗兴无所操守 于是人人 阿富权贵 但求自保 风气已成 要有所改善 的确非常困难 没错 朝廷职弊 的确非常深 但是李尚公会朝执政 应该有所作为 千万不要有负天下市民所望 这一层下官一定勉力以为 不负各位厚望 好啊 我们大家为李尚公干杯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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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下官在扬州的时候 有人抄了一位叫李相忍的文士 所作的新诗 本官还记得其中有两句是这样的 不知腐蜀城之味 猜意冤初 警未休 嗯 他的意识 似乎是比喻当今的官员 贪戀利禄 憑被遗奸 而且恐怕其他人将自己的利禄 抢走 于是处处猜忌防犯 嗯 这两句新诗 的确是当今官场的丑态 这位李相忍可以说是当代财人 嗯 是的 他究竟是何方人士呢 哦 这位李相忍自称是大唐的宗室 哦 但是家世寒微 连中正志都查不到他的身世 嗯 听闻说他生长于郑州 大和年间 曾经在河东捷道士令狐楚的幕府里面做事 嗯 开城二年 尊士及帝 嗯 后来就去到京元折道士王茂园幕下 嗯 这个人善情不羁奋西责族 李相忍都是小李为妙了 哎 可惜可惜 埋没人才是执政过失 嗯 李相忍长期任职幕了 未免可惜 是 李相公说得对 啊 啊 微臣李德鱼奉陛下天恩 還朝執政 定当勉力奉公 不负陛下所望 不负天下神民所望 好 好 得到李相公回朝 朕的确是如释仲父了 陛下言仲了 李相公 在 这几十年来 国家多事 朝政一日不如一日 朕身职位 究竟要怎样治理天下 然后才可以令大堂复兴呢 微臣啟稟陛下 微臣认为 今天要复兴大堂 有三件事是必须做到的 嗯 第一 是辩政邪 第二 是正规中书 第三 是宰相应该考核正职 任职不能超过九年 哦 那请李相公 詳細地说清楚 是 微臣认为 公卿大臣之中 全心奉公者为之正人 只顾私人利害者为之邪人 正人以学释财干进身 不肯攀附权贵 不肯枉法殉尸 邪人为了巩固自身利益 依权附世 結成憑党 不肯败坏 不肯败坏 光纪 信尸枉法 哦 真的有这样的事 没错 在德宗皇帝的时候 裴燕陵 李齐温之流 此知巴结公中贵人 而且以手挂为能事 令到民窮才俊 但是德宗皇帝被裴燕陵等人迷惑 见到贡船不绝 尽情的贡品堆积如山 于是以为裴燕陵等人是忠臣 宰相陆志奉公寂贱 反而被人重商贬斥 中间不分 正邪不辨 就是朝政败坏的本源所在 求陛下明察 奸臣悟过的确可恨 没错 奸臣孤然可恨 但是陛下姓名 必定能够明辨是非 不受奸邪所迷惑 必定能够以国家光纪为重 以天下百姓为重 嗯 那所谓正规宗书又是怎样的呢 啟品陛下 太宗皇帝平定天下 一切政令必须由宰相参决 然后施行 近代以来 政令出自恭维 宰相只可以奉命执行 假如政令誤国害民 宰相也无从风波 嗯 如果宰相希望不忠 豈不是误使 啟品陛下 宰相希望不忠 陛下可以传照查问 假如属实 可以按过失大小加以懲罰 假如并无希望 亦得以辩命 君信神迹 天下何忧不知呢 嗯 假如正令出自恭维 那 奸臣可以借天子之名 妖乱朝政 甚至公宗奴博 亦都可以假天威 而干预朝廷 正令出自恭维 其实对天子不利 是 正规宗书 天子还可以有瘀夺之权 正在公中 就难免受制于人 那 宰相考职又是怎样的呢 啟品陛下 按周礼记载 古代公兴大臣 每隔三年考核正职一次 有成效者升迁 无成效者贬斥 公兴大臣任职不能超过三考 精冠开元年间奉行古代典祭 因此姚崇宋景虽然号称賢相 在任也不过九年 后来李林府在任十九年 视官职为私产 日久陛生 而且为了巩固权位 勾结繁镇 又结党刑事 引致天下大乱 陛下应该引以为家 是 李上公说得对 朕真的要长家考虑 朕真的要长家了 哦? 陛下今天退朝之后 好像满怀心事似的 没事 仇将军 在 朕身即位 不习惯朝廷的议论 所以觉得非常疲倦 原来是这样的 陛下 请恕奴才多管闲事 奴才就认为皇帝是天下的自尊 公卿大臣 只不过是皇帝的神仆 陛下要他们办事 可以随便吩咐就行了 何必诸多商议呢 陛下还是省点精神 享受一下清福吧 陛下要美女的 我仇事量 替陛下去寻房 陛下要益寿延连的灵丹妙约 我仇事量 可以推荐几个道行高深的道士 替陛下年制 陛下何必操心呢 是 仇将军你说得对 不过 宰上有很多表彰情相 朕不可以不处理的 陛下 奴才一向都说李德宇这个人 致命清高 不可以重用的了 陛下不听奴才勸告 反而受阳 阴意疏摆 偏偏要照李德宇回朝执政 李德宇对陛下诸多麻烦 陛下今天领教 是 那个李德宇的确麻烦 陛下 前任宰上杨智福和李国 勾结奸党杨妍妃和刘宏日 启同涌立安王李庸 对陛下不忠 这件事 陛下还没派人审查清楚 奴才认为 陛下都是尽早审理 清查奸党 以免拖延太久 阳智福和李国他们 实在可恨 应该严加审讯 李相公 听问皇上准备派宦审讯杨智福 李国 李相公认为怎样 这件事的确麻烦 下官认为 皇上要审讯杨智福和李国 一定又是宦官仇侍良从中作主 仇侍良想将杨智福和李国他们问成反叛之罪 然后牵连其他公卿大臣 那这次审讯是仇侍良他们的阴谋 没错 是仇侍良的阴谋 仇侍良想借这件事 令到新天子诛杀公卿大臣 恶例不可开 是啊 那李相公要设法应付才行 我要立刻向皇上当面谈了 微臣李得宇听闻陛下准备降止诛杀前任 宰相杨智福和李国 敢问这件事是否属实呢 嗯 杨智福他们当日勾结杨言飞 和宦官刘宏日 企图涌立安王李庸 实在是罪有应得的 万一有奸人无憾 陛下误诛大臣 就会令天下人非议 微臣恳请陛下留意 无憾 绝无无憾 朕已经派人查问过 杨智福依附杨言飞 而且认杨氏为姑母 先帝临终 他还劝杨氏访效 则天太后临朝听政 启品陛下 恭维是非虚实难知 陛下要令天下人信服 应该由恭卿大臣审问明白 然后将杨智福李国的罪状公布天下 恭维的事 怎么可以公布天下 杨智福他们的罪状 既然不可以公布天下 微臣请求陛下免他们一死 免他们一死 是 那 杨智福等人巴结杨言飞 只不过是有失宰相体统 如果问成反叛加以杀陆 豈能伏天下人呢 那 将他们贬斥领栏 已经是罪有应得了 好了好了 朕就听你的话 将杨智福等人交由利部处分 仇将军忽然家临寒舍 未知有何赐教 哈哈哈哈 豈敢 豈敢 李上公 你救护杨智福和李国他们的性命 在下十分的阴陪 啊 仇将军太客气 哈哈哈哈 天子对李上公言听计从 我仇事量只是区区家路 怎么敢对李上公不客气 仇将军你 哈哈哈哈 你言重 好了好了 我们无谓说完这些事 我今次来府上是有一件事 要拜托李上公的 哦 有事要托在下办 嗯 仇将军请讲 哈哈哈哈 是这样的 在下路咯 不过有个儿子 希望能够任保一个官职 李上公可否提携一下 嗯 任保官职 嗯 仇将军官居极品 子弟要任保官职 当然可以了 嗯 但是仇将军你是一名宦官 哈哈哈哈 又何来子智呢 哈哈哈哈 是这样的 不瞒你上公了 他是在下的仰子 仰子任官 获法未有 啊 啊 哈哈 啊 奴才仇是良 啟稟陛下 奴才有事请求陛下开恩 仇将军有事的请讲 陛下 奴才老了 奴才在宫中侍奉列位先帝 先后几十年有蒙陛下照顾多年 奴才希望告老还乡 仇将军想告老还乡吗 是呀 陛下 宫里面的事和朝廷的事 奴才都无力再替陛下照料 请求陛下准许奴才回乡终老 既然是这样 朕就照准 借陛下 唐武中李炎任用李德宇执政 听从李德宇意见将发布政令的权力交回中书省 即是交由宰相负责 剥夺了宦官操纵政令的权力 又由于唐武中不信任宦官 以仇事量为首的宦官集团失去对政治的控制 到了唐武中会昌三年 仇事量告老退休 唐武中时代唐朝中央政府的政治比较清明 政治比较唐武中 唐敬宗 唐文中时代上轨道 公庆大臣多数都能够尽忠职守 可以算得上唐朝晚期的稳定时代 历史学家称之为回昌中兴 在回昌年间 唐朝中央政府对樊镇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 回昌三年 镇守路州 即是今日山西省东南部长治市一带的 超二折导师刘重奸病逝 刘重奸的儿子刘陈勇兵割锯 强迫中央政府准许他细袭 李德玉为首的唐朝执政表示不能重用 否则先离一开 其他樊镇增相效忧 于是出兵讨伐 回昌四年八月 刘陈被禽处死 其他樊镇立刻对唐朝表示信服 唐武中信奉道教 于是在回昌五年 下令禁止道教以外所有其他宗教 而佛教首当其冲 唐武中没收所有佛制和佛制的产业 只准各道哲导师 观察师治所 以及同州、华州、双州、宇州 各自保留一座佛制 又下令所有僧尼还族 当时全国还族的僧人有26万零五百人 所没收的粮田数千万颈 奴彼十五万人 有一些后世的私学家认为 唐代中业以后 佛制所拥有的田产、奴彼非常多 由于唐朝法令准许佛制产业免税 因此对唐朝政府的财政有非常大的影响 佛制田产越多 就等于政府的收入越少 因此唐武中禁止佛教没收佛制田产 其中有一个作用就是压止佛教的经济势力 另一方面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而且增尼还足 亦都可以增加二十几万纳税人口 根据河南省郑州市一块唐代石碑的内容 有一间叫超城寺的中营佛制 在唐代中广德二年至唐德中晶元二十一年 四十一年之内 先后收购了一千七百九十一畝田 唐武中会昌五年禁止道教以外的所有其他宗教 史书称之为会昌灭佛 事实上除了佛教之外 唐代由西域传入的回教 拜火教即是牵教 摩尼教即是明教 亦都在被禁之列 唐武中死了之后 佛教逐渐复兴 而这些西域的宗教就消沉不振了 中华五千年之回昌中兴 是由李德能、钟伟明、林友荣、莫家驱、温泉 陈炳球、曾永强、蔡雅各等联合播演 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中华五千年之后